美国有很多计划可是都成功吗 还是说其实失败率也很高 我们看看美中的这个晶片站 芳心慰爱的这个时间点 美国商务部突然说 我暂停一项制裁 他让华为可以继续买 英特尔的晶片 为什么 那当然他的竞争对手 包括超为就很不开心 他说为什么英特尔可以 继续卖晶片给华为 我不行 因为超为他就提出来说 我们公司2021年 就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是你没有给我许可 却给英特尔许可 这样子是差别待遇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 美国的商务部会做这一项的宣布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华为他的技术已经要要领先了 所以干脆进也进不了 就开放吧 是这样子吗 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了 他就有一个报道出来了 说中芯的技术在突破 3奈米的制程要来了 我们看到包括说 这个中芯组建3奈米的制程研发团队 帮华为麒麟9010的晶片 用3奈米的制程量产 而且在设计阶段了 所以他又upgrade了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呢 你就管不了了 或者是托不垮他 干脆就放宽 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到现在 世界制裁产权组织 他宣布了 华为领先国际专利申请 亚洲国家占了55.7% 华为在第一名 您看到的 第二名是三星 第三名是高通 所以可能拦 也拦不住了 所以要慢慢开放了吗 而包括我们看到 华为太出风头了 是不是在商业上面 也有人要给他穿小鞋呢 要黑他 因为在中国 如果你挑起了民族的情绪 就像我们看到的 农夫山泉这些商战 你就很可能会被网民来攻击你 那华为也一样 面临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看到是 来自于日本的一位网友 他用iPhone14 Pro Max 来编辑的 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讲 就是因为他攻击华为什么 他说华为你什么意思 中国的国产晶片 用麒麟日文发音 Kilin 就是像那个麒麟啤酒 就是同样的发音 你怎么不用中文的汉语拼音 麒麟你应该用QI L I N 怎么用K I R I N 所以你是从日 你什么意思 你辱华 所以就是要攻击意图 去攻击这个华为的晶片 您看到它的晶片上面有这样子的字样 这个文章曝光之后 在网路上有正反两极的热议 可是不久之后就被微博给删除了 所以大家知道在网路世界 在言论市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有人可能有其他的用意 这个就是例子之一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中的贸易战的新战场来了吗 讲的是 好 造船业 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造船业非常的厉害 可以这样子来形容 包括军舰方面 包括商业用船也一样 所以现在美国钢铁工会的工人工会就说 中国用垄断的方式 称霸全球的航运业 所以他们渐行 拜登针对中国在造船 还有海运业的不公平做法 展开贸易调查 所以万事万物都可以贸易调查 万事万物都可以做贸易战吗 美国的商务代表戴琪有回应 他说对 中国在多项产业制造依赖性与脆弱性 像钢铁铝 太阳能 电池 稀土 持续伤害美国劳工和企业 对美国产生实质的风险 他讲的是比较 rough的 可是看起来会不会下一波的制裁 下一波的新战场就是在造船业呢 因为造船工业要用到很多 像戴琪指出来的这方方面面的产业 而另外我们看到纽石 他做了一篇报道 他说中国制品洗产地 逃关税 全球头痛 这是自由时报引用纽石的这个报道的标题 内容他提到了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中国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制造品 Made in China 这些产品太多了 比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加起来还要多 可是现在美国不是用贸易来制裁吗 那中国他会找他的出路 他绕过关税的方法 把零件我先拆解 零件先销到越南 马来西亚 墨西哥等国家 然后在当地把它组装起来 洗产地再销往美欧 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 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物的电通车产业 大家知道非常的兴盛 也非常的厉害 在技术上 电池上 我们都报道了非常多 那以往都集中在比亚迪 可是现在大家要注意了 小米第一部电动车 SU7也将在3月28号上市 而且交付 交付及上量 这是三年之约 价格就卖个关子 来自于雷军的说法 所以这个百花齐放 在这个电动车的制造业上面 中国大物必须讲 已经是百花齐放了 可是另外一项消息 大家来看看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他说比亚迪在海外 这个投资 不是投资 这个拓展市场失利了 在欧洲有超过万辆的汽车滞销 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 比亚迪就已经取代了特斯拉 变成全球最大的电动舱 电动车销售商 因为他电动车做很多 也卖到欧洲去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 是不是他有一些问题 然后让他的电动车 在海外的这一些车子滞销呢 我们看到传出来 有超过一万辆比亚迪 停放在欧洲的仓库 等待出货 问题在哪里不知道 那据说市值蒸发了20%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不是拓展太快了呀 来 赖老师怎么看 拓展太快消化掉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都不大 因为本来如果说 你的需求量一直扩大 所以你的后勤补及 你的零料件的维修 都要跟得上 那当然这个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可能要华尔街拿出更可靠的证据 例如说这些车堆放在哪一个国家的仓库 哪一些地方卖不好 但是我们知道 它已经卖进英国了 而且已经直逼的特斯拉 特斯拉目前排名第一 而第二名已经是比亚迪了 之前不是比亚迪 比亚迪没有进去 对不起 应该是名誉那么进去了 也就是另外一家电动汽车厂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事实上 中国大陆电动汽车厂在海外的发展速度 是非常的快 因为它也让世界各国的电动汽车 他们感受到很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个过程中 负面报道的一定会一直增加 因为欧美的国家 他们已经感受到 他们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这个就好像纽约时报自己也承认说 由于中国大陆的1月2月 因为本来纽约时报跟华尔街日报 一直在唱吹中国 说中国已经不行了 中国经济衰败不行了 中国今年绝对不可能保五 中国绝对是垮掉了 结果数字出来了 1月2月的出口 成长了7% 这个简直是让这些 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的 这些专栏作家 跌破眼镜 整个跌破 不是跌破眼镜 等于是打脸了 人家就直接打你的脸 打你的脸就是说你胡说八道 就是说你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你什么数据都没有 你就把中国大陆唱衰 结果人家出来的数据 是7%的工业产品 而这个工业产品 涌向于欧美的这个国家里面 他们发现就是说 中国大陆 而且出来的是汽车 太阳能板 还有就是家电用品 这些都是工业制造用品 而这些原本的强项 就是美国 日本 韩国 等这些强项 结果中国大陆制造的总和 是他们的总和都不如 一个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里面实在是 已经走投无路 他们的恐惧跟恐慌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带风向 这个风就够了 因为龙夫山群 已经带过去吃风向了 这次一定是有一个黑手 想要操作华为了 不过我觉得打华为 就踢到铁板 因为华为在中国大陆的 支持者真的太多了 所以当他想要带这个风向 从日本来带动 来去要把华为界定说 他就是一个崇尚日本的 我觉得这个人脑袋 不过我觉得要查一下 他后面的黑手 因为这个跟龙夫山群的手法 是一模一样 这要查一查 到底是哪一个国际的黑势力 他们在里面炒作 好 我们进行广告 美中贸易的新战场 会是造船业吗 请赵老师 目前看来是有这样的蛛丝马迹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钢铁的工人协会 跟其他的几个美国工会 最近已经向拜登政府提出请愿 主要是希望美国贸易代表署 能够针对他们所认为的 中国大陆的造船工业的 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 他们的诉求大概就是说 你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它的造船业非常强 但是这是现在 但是回顾过去 曾经美国在造船工业上 也曾经有辉煌的时候 但现在早就被南韩 和中国大陆所取代了 所以这些工会就是说 中国大陆用的手段是 不正当的贸易行为 过度的补贴 优惠的洁面 等等 所以要求美国拜登政府 你要拿出点作为 所以他是希望用301条款 301其实大家不陌生 就是根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 我们回顾一下 当年川普就任总统的时候 在2018年对中祭出贸易战 他的法源就是301 所以现在这些工会希望用这样的方法 敦促施压拜登去做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造船工业 都是非无侠阿蒙 20年前它的民间的船 以东北来算可能占全球的12% 是来自中国大陆 现在可能是将近50%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还有一个变数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贸易代表属是戴琪 其实戴琪非常硬派 我们注意看 拜登时期根本没有去减免 川普时期对中国大陆 所施加的惩罚性关税 那这议题会不会成功 要看45天之内 这个美国拜登政府 是怎么做判断 调查最后采取一定的作为 但现在是拜登 我认为是命令两难 因为是选举年 钢铁工会牵涉到工作机会 而且很多是在摇摆州 那拜登买不买账 要不要有些作为 如果你拒绝这样的请求 而不去做贸易调查 那我假设是川普 我就攻击你 但是假设你在开一个战场说 在造船业上 航运业对中国大陆寄出 这所谓的301 那美中关系的变数又多了一些些 所以这一切都在拜登的拿捏当中 到底是不是要接这个球 但是因为今年是选举年 所以一切我觉得都很难做判断 都充满了变数 对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最后时间交给兵哥 我觉得这个商务部会突然之间 说这个制裁暂停 一定是有他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原因 恐怕牵涉很多 或许是他认为其实对华为的制裁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他制裁这个晶片 我是觉得这个是特定的英特尔晶片 也不是所有的晶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美国认为 制裁他这个没有意义 反而是让他们少赚钱 但是其他高科技晶片 我认为他还是会持续制裁 至于说华为到底 有没有办法突破3奈米 老实讲现在5奈米他都还在4 所以3奈米他现在只是构建这个团队 这个就是拼速度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做出来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 我觉得现在就是至关紧要 就是速度 速度如果赶不上那就糟糕了 倒是造船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美国当然现在很紧张 因为美国造船速度实在太慢 然后他们的造船业也一直在衰落当中 所以前一阵子不是跑去日韩去看 希望日韩能够帮助他们 重振他们的造船业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从冷战之后 他的造船业衰落是从冷战之后 因为他对船舰的需求大幅下降 然后一般的商业造船他无力可图 所以他才会让给亚洲这些国家来做 从那个时候 美国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什么 他的有经验的功能已经不见了 不是转航就是老死 所以你现在就只剩那些有经验的工人 实际上同样的情形发生在 前苏联转变到俄罗斯的时候 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一开始经济穷困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造船 然后等他过了20年之后 他开始经济比较好 他开始要造船的时候 没有办法造 没有工人了 他有经验的工人都老死 要不然就去做别行了 他必须重新再培养 然后他那时候找了一个冤大头叫印度 说我送你一艘航空母舰 但是我帮你舰 帮你修改 然后我只象征性的 送你一点点钱 印度想说这种天上掉下来的事有多好 就很高兴就答应了 然后最后那个预算 就追加追加再追加 实际上俄罗斯就是拿那艘船来做实验 训练他的工人重新再来做 那俄罗斯有印度这个冤大头 美国有吗 不可能 所以谁 你美国如果要做俄罗斯这样的实验的话 以美国那种体制 那艘船大概是超级恐怖的天价 那个谁也受不了 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找日韩那边的 想办法让他们来美国投资 把这些劳工引进 看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造船弄起来 那就跟台积电一样 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 日韩都有他各自独特的文化 台积电去美国会水土不服 你认为日韩不会吗 会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的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个 白日梦是做得很美 但是我认为它要达成是极度困难 造船业在美国要重新再集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整个时代环境社会都不一样